3 2 1 嗨 大家好 我是上官 这已经是最新的气囊TEC-R10已经到货了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分几期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气囊跟老款的有什么区别 以及怎么使用 今天呢 先给大家做一个解说 介绍一下这两代气囊有什么不同 首先 这个是第一代 这个气囊的使用说明和详细介绍在我之前的装备的专辑里面已经发过了 所以老款可以诈两次 只有两个气瓶 每次呢 它报一个 所以一共能报两次 以及老款是一个半身的 大家可以这样看啊 老款是个半身 新款呢 就是全身 那如果老款能报两次的话 新款能报几次呢 答案是一次 虽然它也有两个气瓶 OK 这样看一下 这是两个气瓶的位置 而且面积非常大 新款呢 前胸的位置 这边全都是气囊 稍后我会再出视频做详细的拆解 把这个拆开 给大家看里边的气囊的结构 那老款稍微的没有那么的完善 它这边也会爆 但是呢 中间因为有这个拉链什么的 它并不是完全护住的 另外呢 大家是可以这么看 老款只是上半身 今款呢 一直延续到大腿 所以新款的气囊能够保护到我们的胯部 我们的大腿 这样的话要比老款的保护的面积增大很多 所以在骑车的时候也给我们更多的保护 这是最大的不同 然后其次呢 就是在抱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新款的面积 整体的抱的面积增大了 所以新款只能抱一次 抱了之后就要去送修 那老款呢 因为这个整体面积是半身 所以它有两气瓶 能抱两次 每次抱一个气瓶 新款呢 就是一次抱两个气瓶 只能抱一次 这个是这两个在设定上最大的区别 那么新款的这个Tag Air 10 也都装配在了最新的Model GP的这种赛事里面 然后只要是A星赞助的车手 他们都会用这个最新的气囊 另外呢 作为新款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发现了有袖子 然后也有到大腿的这个衣服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汉衣 我们如果穿老款的话 那就是 本身这个人需要穿好汉衣 然后呢 再去穿这个 再去穿皮衣 那么新款呢 其实它里边也就装好了汉衣 我把这个袖子给大家塞进去啊 大家给看一下 这个是汉衣的大概的情况 其实网眼还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不错的 腿部的内侧也是这种大的网眼 然后外边这个就是气囊的部分了 能够保护到大腿 下边这个是一种防滑的胶 所以整体的保护面积会增大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不穿汉衣 直接穿这件气囊 它本身具备了汉衣的功能 另外呢 这个材料代表的是面料 用了绿化银的防臭技术 因为本身这个汉衣嘛 就是我们在赛车的时候一定会出不一身汗 这个衣服每次都是湿透的 所以它用了绿化银的这种技术在里面 能够让这个汉衣多穿而少洗 它会尽量的保持这件衣服的无味 然而如果我们穿回来之后 就是暂时不洗的话 把这衣服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它尽量吹干 保持下次穿着的时候的干爽 然后呢 我会做一个视频 告诉大家如何把这个汉衣跟气囊分开 那么今天的视频做一个这两代的气囊的简单分析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评论区讨论 之后呢 我会对这个气囊做更多的洋气解说视频 让大家持续关注 明天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见